租市錦羅,和大家一起分析重點新聞市況 我是租總準昌 10月3日,看到跌市半日成交也有554億 今天A股休市也沒有北水來計 這個成交額絕對不小 而看到強制股市,之前港中移動、匯控、海油 這都是回套 原來其實,類比的話,和2008年都有點類似 這個稍後,詳細和大家說說 最後,不能不說就是恆大 上星期,又在郭Sir節目說到 繼續和大家跟進回內訪恆大 究竟會不會加速了港股見底呢? 看見昨晚或者最近,美元的強勢停不到 金價也跌到一波一路 美股也是,道指跌74點 不過奇怪的是,納指沒有跌反而升 看見恆指今天,其實低開是200多點 之後就一直跌下去 中五收要跌531點 那一波17278 基本上回套了上星期五的升幅 原來上星期五,也是重複前星期五的歷史 有五百多億,絕對不是一個小數字 說明有些,可能之前沒有打算沽貨的人 都走出來沽貨 大市基本上全線下跌,沒有板塊上升 其中跌得比較厲害的呢 有內房,這個不難理解 大型風企股,以及旅遊板塊 這個呢,我覺得有些出奇 也反映到市場氣氛很差 因為其實,看回奎程的數據 或者一些大型平台的數據 不同的報道 今年11黃金周的假期 旅客量和消費金額都不低 當然你說,去年比增長兩倍多 或者訂單增長兩倍多 可能又有些旅遊稿不同的數據 都是大幅增長 因為去年封城,去年10月 但是呢,如果我再看過一些深入一點的數據 它亦都說 其實,譬如自駕油 跟2019年的11去比 11的第一日去比 其實增長1.6倍 如果你說出景油方面 亦都是基本回復 2019年的水平 而且,很多數據都表明 比起今年,5月1來算 都有可能有兩成左右的增幅 如果你說旅遊訂單的話 所以,其實實際上 11的數據不差 放在正常的年頭來算 應該炒到飛天了 這個版塊 但是呢 看到今天出來了 就是3號了 初步數據 影像,大家都看到 之前又沒有升到 之後又不追回 其實呢 那個資金究竟做什麼呢 還在不在港股呢 重點示範 其實這個也是 這兩天嘗試再去梳理 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說 今年以來 其實有少數 基本面和現金流 好的股份 支持到的股份 譬如 我們經常都聽過sir說 中二東 中海油 匯空 都逆市做好 這個也確實是好事 是不是呢 我相信我們都應該有 不少觀眾 有聽到的 應該都有賺的 不過呢 我就觀察到最近 其實這幾隻股份 在高位都有明顯的回徒 譬如以中移動為例 其實 由年頭 或者上年年底 40多元 開始一路炒 炒到上去 差點上70 OK 那你還要收起來 如果四十多元 是十厘米 收起來的話 其實都頗和味 如果你收起來 其實高位過了70 但是呢 看到最近 其實市 有反彈的時候 可能會穩一點 但是沒有反彈的時候 它的跌幅 都 跟大市差不多 都是大陰族 就不像之前那樣 逆市上升 那我逐隻 逐隻 和大家看 我覺得中移動 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 究竟說明了什麼事呢 其實呢 話說 在2007年 不知道大家 開始炒故沒有 有些朋友可能已經炒故幾十年 但是呢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發覺 現在YouTube 聽財經台的朋友 其實很多的古靈 都是五年以來的 我在一些聚會當中發現 所以數回一點歷史給大家聽 就是中電控股 其實不只是中電的 不過中電是比較典型的公用股 當年 這一刻呢 其實 說來話長 傳統的港股 公用股 還是不是公用股呢 可能又要找個節目 和大家詳細去探討一下 Anyway 如果大家看這套 我簡單說一下 紫色這個 其實是當年恆子的走勢 OK 跟著呢 綠色紅色陰陽燭 就是當年中電的走勢 這是周線圖來的 OK 所以時間跨度比較大 話說 2007年就慢慢地上升 在2007年的年頭 市場繼續上升 但是公用股開始就不跟上升 為什麼呢 因為炒一些中字頭 H股概念 總之就是炒牛市當炒股 中電身為一隻公用股 當然是跟不上 於是恆子一夜升上升 31,900幾點 即是32,000點 突然之間 港股直通車就煞停了 OK 於是就急跌 同時急跌 跌了一段時間之後 市場 為什麼不是馬上升 因為市場 都要慢慢消化和認識到 牛市見頂 OK 所以慢慢慢慢地跌到 下跌不上 你會見到 中電股價就開始上升 繼續上升 反而這段 恆子抽上來 中電是下跌的 但整體來說 恆子之後下跌 中電就一直上升 直到什麼時候呢 直到2008年的8月 八、九月的時候 恆子再進一步 但是什麼事呢 這裏就是雷曼爆煲的時候 就洗到七彩 洗到去什麼呢 其實也不是很久 那時候就很快 去到2009年1月 其實就見底了 中電也不是太跌 你可以看到這一段 我再嘗試放大一點給大家看 你可以看到 這一段 其實還可以定位 恆子已經開始跌了 但是去到最後 他還是要跟著恆子 洗下去 跟著恆子就見底 中電一隻公用股 不見底的就不會再炒回去 OK 繼續橫行 於是恆子就白板 在2009年的1月開始 就一直抽上去 之後就叫做沒有事 OK 好 說完這個故事 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也是剛才那句 真的很相似 其實中移動 大家想想一下 他的性質是否一隻公用股 好明顯其實是 OK 海有匯控都是強現金流的股票 或者有基本面支持的股票 在這段時間來說 在港股市場難得 亦都有一種類似當年 公用股的避險作用在裡面 大家要看回 其實今天跌市 不僅僅是港股才跌那麼多 整個亞太區 這裡都有 CAP 給大家看 其實日股都跌很多 當然 港股跌3% 他們跌了1.5% OK 但是 對於日股 或者其實 大家看 新加坡的股市 股市 其實 都是有超過1%的跌幅 對他們來說 都是大跌的 OK 所以 現在 剛才一開始也說 強美元 美國的情況 現在 不知道大家多不多 留意美國新聞 其實 那個債息一路上 大家都會很擔心很擔心 究竟接下來 長期利率會不會很高呢 企業能否負擔到呢 這麼高的融資成本 或者這麼好的債息 為什麼還要去買股票呢 其實很多資產 慢慢都有一個拋售的壓力 這個不僅僅是港股 其實美股亞太區都是這樣 我自己覺得 OK 都不是留意 都應該留意 一些宏觀數據 尤其是美國經濟數據 譬如 今個星期五 不知道香港是否會打風休市 但是 美國 就沒有停擺 繼續公佈飛龍數據 最近幾個月 其實美國飛龍業就業數據 那個下收 下收前證 譬如 去公佈八月的數據的時候 他就會說 原來七月 沒有那麼多的 少一些 然後六月 原來也沒有那麼多的 少一些 就業 這個情況 近幾個月 是很明顯很嚴重的 即是 亦都反映了什麼 或者 埋下了什麼問題 即是 原來 現在才知道 原來之前那條數 不是那麼好 即是 即是 之前的市場 就高顧了美國的經濟 所以 會不會 未來 就會有些 即是 美國那邊 都不可以 如果市場 不可以 即是 第一 美國市場不可以 其實 避險情稅 會上升 可能會流入 安全的資產 短暫 最後可能要小 即是 如果股市來計 那 美股其實現在還是高位 雖然說 下年大選年 通常都會拖一拖 但是 其實 如果以標普500來計 升幅都不錯 因為年頭只有3,800點 最高都上去4,600點 這個水平 其實交到功課 會不會 即是 都 洗一洗呢 那 可以怎麼應對呢 我和CASTER 會有一個收息投資講座 都會 在不同的收息類金融產品 尤其是貨幣基金 債券等等 當中也會 講到一些 周期或者宏觀經濟的事情 我相信 這裏 會是 未來一個 即不是 只是買債券 究竟什麼時機 怎樣看 或者有什麼重要的參考指標 我都會在裏面 和大家去分享 還有 即是 即使加到 6厘 7厘 你短期去做一些定期 一般人可能都會做定期 其實 坦白說 我覺得是非常不值 因為定期 你不能賺價 債券在低位賣了 可以賺價 當它減少 而其實 如無意外 通常加到一定高的利率之後 很多企業會因為融資的情況 受不了 跟著就會開始爆補 3月 銀行危機 直谷銀行的爆裂 其實 我看 只是一個前奏 如果是這樣 一般 美聯儲都會需要緊急減息 去應對 之後的走勢 無論是債市或股市走勢是怎樣 理論上 在課堂會分享 但實際上 很多事情是要 隨機應變 所以 我跟CASA商量過之後 都決定 免費有個TG Group 兩個月給大家 免費加入 之後會不會收費 要看看大家的反應 或者情況 工作量大不大 我希望盡量給大家一個 適時的跟進 可以 講完之後 實戰到大一大 或者原來有些新東西 原來有些東西 可以更新補充 我都可以在TG Group 跟大家講 大家記得可以 測試這個CASA商量報名 好 最後講到恆子 其實剛才也講到 飛龍數據 顯示 應該這樣講 接下來星期五就是飛龍數據 OK 有一個困難 無論飛龍數據如果好的話 大家又會擔心 還要再加成 其實市場也會紅磅 如果沒有的話 通常不會想減息 如果現在的市場 通常都是想 又要再加很多食 股票真的不值得 尤其是那些 質素不是很高 那些股市或者股票 我不是說港股 但也不是說港股不是 那些股票更加快 那些國際投資者 所以 其實短期的市場 雄荒也是一個大概率的事件 我想 如果看回市場 似乎 之前的一個目標跌幅 16993 有機會不止跌那麼少 可能會跌多些 但是會不會跌出萬五呢 暫時應該 未至於 除非剛才所說的爆補出現 所以恆子 繼續看 我的淡倉 無論是內房和恆子的淡倉 都還在 說到內房 一定要說一說恆大 這幅圖 我想都立此傳召 恆大復賭牌 其實我後來也有說回 恆大當然停牌有其原因 但如果從客觀來說 是一個爭論 就是恆大停牌 表面上的原因就是 它的主席被人抓 它主席出事 是要停牌的 但是當主席出事 這件事已經反映了 它是不是還需要停牌呢 那 好像停牌 應該這樣說 停牌的理由 就沒有了 所以其實復牌 是自然的事 但反過來來說 它是不是還適合 成為一間上市公司呢 其實很多爭論 最近都說 它還能否持續經營 或者它的債還不還 是否會清盤 為什麼還可以復牌呢 我也聽很多 這裏就不詳細說 但事實上 現在 我想大家都覺得 恆大的還債盈利前景 都是沒什麼希望 這裏都會和大家持續跟進 所以 有聽過我的朋友 一兩個星期之前 應該都會 都會 沽內房 甚至乎 可能一個月之前 因為我一個月之前已經沽 都不止一個月之前 不過 一個月之前 我開始用期貨去沽 我自己看 答案是很明顯 說了很多 認房不認貸 放寬限購 都沒有辦法推升到 不是推升到股價 沒有辦法推升到銷量 我不逐個答案 跟大家去列舉 其實碧桂圓 一早抽上來 已經一路錄 融創好像不肯錄 所以跌幅少 所以 今天就跌回多些 都跌過一成 所以我覺得這些 之前 看回之前的底來做人 簡單來說 所以潛在跌幅 我覺得 融創中國會比較大 整件事 拖得越來 其實市場的情緒 是越差 寧願去 盡快清一清 這些股份 就是 讓市場去做一個 價格或價值發現的工作 就最好了 好 希望可以繼續抽時間 和大家分析市況 整理資料 都需要花費時間和精力 大家可以like這條影片 給點鼓勵和支持 有什麼疑問 或者原來你有你的看法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今天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